大家好,我是想象家 这几天大家又在讨论元宇宙啊 大概是因为脸书把公司名Facebook改成了Meta 就是取元宇宙中圆的意思 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大动作 认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可能真的要发生大的改变了 还有些人觉得这是在带风向啊 我也挺喜欢探讨人类的生存方式的 所以就会想,元宇宙能把人类带向何方呢 真的会像科幻作品里面一样 躺到一个游戏舱里 然后把人生都消耗在虚拟的宇宙里吗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那和刚中之脑好像又没有什么区别 想到这一点呢 我竟然有点不寒而栗啊 你知道人类所体验到的一切感知 都是大脑接收到的神经信号 包括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 都是转化后的神经电信号 然后交给大脑去处理 所以在理论上 把大脑放在一个培养米中 并且把各种神经信号 传输给大脑 大脑就会认为他所在的就是真实的世界 提出刚中之脑假说的普特男 在他的书里是这么说的 说一个人被邪恶的科学家实施了手术 他的大脑被从身体上切了下来 放进一个装有营养液的刚中 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 这台计算机按照程序向脑传递信息 以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 对于他来说 人、物体、天空都是存在的 自身的运动、身体、感觉都可以被输入 然后这个脑还可以被输入或截取记忆 比如删掉这个人大脑手术的记忆 然后用日常生活来替代 甚至可以被输入代码 让他感觉到自己此时 正在这里听到一段有趣而荒唐的话 最后作者问了一个至今 也没有人能够回答清楚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如何来确定自己 不是在这种困境之中 那确实啊 如果大脑处理的所有信息 都是神经信号 那么这种信号能不能被复制 也没有人能知道 所以我的不寒而略就是在想 人类甚至都无法确认自己 是不是在一个元宇宙里面 而现在却已经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元宇宙了 难道这世间真的有一个无形的规律 要一层一层的向下发展吗 如果按照人类的模式来看 就是人类打造出元宇宙的模式来看了 想要分辨自己在不在元宇宙中 就要看我们所处的世界 有没有出现过卡顿 或者有没有bug出现过 如果有出现过这种状况 那么人类身处元宇宙 就也是一种可能性吧 那到目前为止呢 有一种现象 我一直都觉得 它很像是一次人类元宇宙服务器的故障 那就是曼德拉效应 我们知道每个国家的新闻报道 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传统 同一件事情呢 可能不同的国家新闻会有不同的说法 包括不同的语言上翻译出来 也会有些许的偏差 但是对于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这个人 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大量的人的记忆里 曼德拉已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去世了 这大量的人呢是来自全球各地的 怎么知道的这个消息 当然就是通过媒体了 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 媒体的传统各不相同 但是对于政客的生死这种事情 应该都是比较严谨的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基础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家的人记错呢 最先提出曼德拉效应的是美国人菲安娜 但是在中国 俄罗斯 不同文化的日本 还有远离美国的欧洲 都有人存在着这样的记忆 就连我本人也有这样的印象 当然我的信息肯定不是从新闻里看到的 确切地说 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信息是怎么进到我脑子里的 反正当我在KTV唱《光辉岁月》的时候 就莫名其妙地认定了 画面中的曼德拉是去世了的 所以在后来南非举办世界杯的时候 我又看到曼德拉的消息 就觉得很意外 但是当时我的感觉也只是意外而已 然后过了好几年我才发现 全世界居然有那么多人 都出现了记忆偏差 所以这一点确实很难解释 那说起这个呢 我还有一个差不多的记忆 我小时候喜欢看港片 很早就认识了香港的演员吴马 很多年以后在网上就看到了一个新闻 说香港演员吴马去世了 当时我还觉得有点可惜啊 然后呢就在同一年 赵本山在宣传他的一部电影 叫做《落叶归根》 我居然又在那里面看到了吴马 我就觉得这不可能吧 我明明看到新闻说吴马已经去世了 他怎么可能又出来拍电影呢 难道是我记错了吗 后来那个电影我也去看了 吴马在里面饰演一个老人 大概的剧情就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 就给自己举办了一场葬礼 这怎么看都像是在影射 我之前看的那个新闻 所以别人对这段剧情怎么看 我是不知道 反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怎么都觉得不对劲 后背的冷风是嗖嗖的 后来过了大概一年多之后吧 我才确定了这件事情 我根本就没有记错 因为我在一个论坛上 也看到了有同样记忆的人 在那里寻找答案 再后来呢我就知道了 这也是曼德拉效应的一种 而且世界各地发生了太多 曼德拉效应 光是我记错的 就有思想者雕塑 米老鼠的背带 还有皮卡丘的尾巴等等 许多人愿意把这种现象 解释为群体记忆偏差 就是说大脑自行处理了一些信息 把一些模糊化的事件 给清晰化了 那么显然我是接受不了 这种说法的 演员吴马那件事情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模糊可言 所以与其把曼德拉效应的现象 说成是大脑自行处理了信息 倒不如说人群中的一些大脑 根本就是接收到了不同的信息 那就像是宇宙服务器的 当机重启 或者是平行时空产生了交集 服务器当机会让一部分玩家数据丢失 恢复后就会导致记忆数据和其他玩家不一致 造成群体记忆偏差 而平行时空的交集 就像是游戏里面的核区 同样的地图场景 同样的主线任务 区别就是把原本两个区的玩家 合并到了一起 数据互通 这也会产生群体记忆偏差 所以无论是服务器当机 还是平行时空的交集 都指向了人类身处原宇宙的这个点 但是呢 就是没办法证实 那我们的宇宙中呢 也是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说起来 发现不了外星人应该算一个 我们把数学应用到了极致 推算出宇宙中文明应该是多如牛毛的 有能力找到我们的也应该是多如牛毛 但是我们却一个都预不到 这一点就不太合理 还有就是宇宙速度有上限 也应该算一个 这个上限的设置就有些没道理 你只能把它理解为服务器处理的极限 如果宇宙的速度没有上限的话 那么让两面镜子对着照 可能就是对服务器的一种压力测试 无数个镜子对着照呢 可能就会把服务器给搞瘫痪了 但是呢 光速有了上限 就可以很好地缓解服务器的这种压力 还有就是那个著名的观测者效应 出现在电子的双缝干涉实验中 这完全超出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 但是当一些程序员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呢 可能又会觉得有点熟悉 就是在那个实验中 看与不看 结果会变得不一样 不管你是用肉眼 还是用高速摄像头 但是呢 只要你去看了 单个的电子就会显示更多的细节 如果你不去看 就能得到一片电子形成的双缝 简单说呢 就是看就显示个体细节 不看就显示集体 那为什么说有些程序员会对这个比较熟悉呢 因为在一些高画质的游戏里面 程序员会用到一种叫做LOD的技术 简单说呢 就是多细节层次 这个技术会根据物体在环境中所处的位置和重要程度 来决定渲染所需的资源分配 降低不重要物体的细节度 从而获得高效率的渲染运算 所以在游戏里面 看与不看 看哪里能看到什么 都要取决于LOD的设定 可以说处处都是观测者效应 那么双缝干涉实验呢 是微观下的量子领域 而量子力学依然是物理学大厦上方的乌原 于是有一些相信虚拟世界的人认为啊 量子领域很可能和我们背后的世界有关 这就像是游戏里的NPC 居然开始把程序员写的代码 拆分成零和一这种微观 然后呢又开始观察 所以他们觉得量子电脑之所以能快到不可思议 就是因为量子电脑借用了背后世界的算力 那么这个想法确实挺独特的啊 那以上提到的几个现象呢 在我们打造的元宇宙里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差距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 还无法将有自主意识的NPC放到元宇宙里 但是人类也不能证明自己就不是那种NPC 所以世界真的是真实的吗 那接下来我想放一小段监控画面啊 关于这段视频的讨论呢也很有趣 有人觉得很震撼 觉得是世界的bug 有人觉得是造假的 那发出视频的人是一个学生 这段视频呢是用手机对着监控画面翻牌的 起因是他们学校的一个柱子不见了 有人觉得是被人拿去卖了废铁 刚好这个位置是监控范围之内 于是人们就在监控画面上看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一幕 那评论区里确实是有争论啊 有人相信这是真的 觉得一个学生没必要搞这种假视频 更谈不上炒作 有些人觉得是假的认为那是用静态图片加工处理的 而且认为左边的白色车辆是行驶状态而不是停车状态 那咱们这边呢也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视频的真假 然后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 希望你能够在评论区和大家交流 我们一起来找这个世界的bug 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人们证明了自己身处虚拟世界 心态会不会发生巨变 就像电影《失控玩家》里面一样 当女主告诉盖他所处的世界其实是虚拟的 他也是虚拟NPC的时候 盖是有些接受不了的 不过后来他还是想通的 我想这就是因为只要此时此刻的感受是真的 那么就全都是真的 每个人都是生命的体验者 不管是不是虚拟 既来之就有好好的体验这一生 最近呢我听到了一个观点 很多成功人士在回忆他们重大选择的时候 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一个词 就是直觉 你猜猜他们说的那个直觉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以后可以聊聊 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